社会当中四座大山 有两个是跟老年人紧密相关 第一个就是养老 第二个就是医疗 那么说到养老呢 在我的生活的认知和经验当中 有三种主流的养老方式 第一种在儿女的看护下养老 第二种养老院养老 第三种呢就是居家养老 而这三种呢最主流的还是居家养老和儿女养老为主 那么今天咱们说一个非常有创业性的养老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 养老问题一直被受关注 近年来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 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那就是酒店养老 没错你听得很认真 听得非常的正确 酒店养老 近期西安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 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 安逸度过晚年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的这种独特养老方式 不仅打破了传统观念 更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 这位90岁的老人是西安一位普通的市民 他曾经有着幸福的家庭 与老伴相濡以沫 共度风雨 随着老伴的离世 对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的 有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生活变得孤单冷清 两个儿子虽然孝顺 但各有各自繁忙的工作和家庭要照顾 无时无刻呢 都陪在他身边 面对这样的现实 老人并没有选择依赖儿女或雇佣保姆 而是选择了酒店式养老子的这一个方式 那么说起老人的这一块决定啊 还得从一次偶然的经历来说起老人的全新养老方式 那么说起老人这一块呢 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偶然 那么从一次偶然的经历咱们说起 老人的房子面临拆迁 在拆迁款刀帐之前 他暂时被安排到一家酒店居住 那么在这段斩短的酒店生活当中 老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适和自在 酒店的环境干节卫生整洁 一日三餐都有专门有人打理 甚至呢定期还可以有按摩针灸推拿服务 他无需要再为家庭琐事而抄袭 更重要的是酒店的服务让他感到了尊重和关怀 这是他在家中都无法体验到的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酒店的很多一些新增加的项目 尤其是为一些老年人朋友们 增加的一些这种老年性养老服务 也让他感到了各种的关怀和热情 这也是他在家中无法体验到的 于是老人决定在酒店长期居住下来 他用自己的拆迁款支付了酒店的费用 并以酒店签订了长期的入住协议 当然酒店也给他打了一个七折 量好做一好 他的两个儿子虽然起初有些担忧 但看到这个老人在酒店生活的如此愉快 也便放下了心中的鼓励 在酒店养老的日子里 老人过上了轻松自在的生活 但他每天都享受到服务的同时 他还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无需再为家庭所事所烦恼 同时他也结识了一些年轻的年老的新朋友 与他们一起聊天打牌散步 过得非常的充实而快乐 对于老人的这一选择 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 不适合大多数养老人 然而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勇敢而明智的选择 老人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尊严 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帮助 也不需要忍受孤独和寂寞 他用自己的拆迁款换来了舒适和自在的生活 这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那反过来说 大部分人到底能不能够接受这种选择呢 那么目前来看有一小部分人是愿意来体验这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他的前提是 视频我们说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老人 他是有了拆迁款 才有了一些经济实力 那么如果你没有遇到这老人的同整遭遇 你没有拆迁款怎么办 那你至少应该有退休金 我们不说是足够 但是要相对保证你能够支付得起酒店的费用 当然每一个城市的酒店的费用不同 比如说二线的省会城市和这种一线的大城市 他的酒店费用一定是比较昂贵的 那么我计划估算的话 每个月应该不低于七千左右 但是如果你的城市呢 是在三线四线五线甚至是乡镇 那么我如果按照这个包房间的这种酒店的话 估计有差不多五千元就够了 那么最后一个你的养老的城市所在的地方 工资能开多少 决定了你的选择的环境条件 还有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独立自理的身体 否则你也不能够选择这种养老方式 总之以后的养老呢 应该是五花八门 新奇各种样式都会出现 慢慢的去适应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吧 上海的广大电动车友们注意了 电动车再敢乱停乱放乱充电 可就要掏你们的钱包了 闹大了 针对电动车充电乱象啊 上海率先做出表率 六月一日起顶格出发五万块 评论区啊都炸锅了 上海的这一招啊可谓是吓出了不少人一身冷汗 这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 这事关老百姓日常生计啊 对老百姓是真的很 他们以为老百姓跟他们一样有钱吗 五万块钱 近日啊全国整治电动车的行动可谓是惊天动地的 几十万人夜查电动车说干就干 这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有气啊 这应征了那句话 明天和一晚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上海中全出击 这回上海市政府是动真格的了 拿出高额罚款的震慑 让大家注意安全问题 上海从六月一日起颁布了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针对啊电动车充电乱象 要开始进行处罚了 要是在室内违规停放或者充电 那罚款可就厉害了 一千到一万 情节严重的罚一万到五万 这还不算 在室外违规停放或者充电 也要被罚两百到五百块 姓明曰啊一切为了群众的安全 那些人把电动车生产出来 把你的钱赚了 然后找个理由不让充电 有没有好好的查一查 有极其火灾是因为撕拉电线造成的 基本上都是充电器和电池的问题吧 每一次爆电瓶车失货 为什么不说电池的问题呢 完全就是混淆视听 有网友表示啊 以后都骑自行车算了 既环保又绿色 也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 一辆电动车才几千块钱 而一个罚款就高达五万块 是不是太高了 充电乱象确实是存在的 但顶格出发有点过分了吧 政府能不能多考虑一下 普通民众的利益 对此有网友调侃啊 上海不愧是国际大都市啊 如果不是充电桩太少 合法的停车区域太少 谁又会对此不满呢 不允许室内充电 能理解不允许室外充电 震惊了 新规还有啊 就是禁止单位和个人拼装车辆 禁止加装电池座椅 散距车棚高分贝的音响 禁止刷机解除限速消除车速提示音 禁止更换不符合出厂 额定的电压的电池等等 严格规范电动车没有问题 这些罚款也是为了安全着想 这个政策出发点是好的 也是为了防火防盗 但是为什么会违规充电和停放呢 还不是因为充电桩和公共停车位 数量太少 如果充电桩完善价格 有足够的停放区域 那个时候你再来严格要求 大家肯定会双手赞成 现实的情况是 对不起为了你的安全 我们要对你进行罚款 听着感觉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仔细一想感觉哪里不对 既然国家允许电瓶车的存在 又不提供配套的充电措施 我们自己想办法充电 现在又要进行罚款 我倒是想问问 没有配套的充电措施 是谁允许电瓶车存在呢 实在难以理解 话语不提为人民着想 具具体处罚 到底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处罚 还有解决办法吗 罚款就是目标吗 城管现在有执法权吗 5万块钱的罚款 够我买几辆新的电动车了 不能说厂家卖的时候 一点问题都没有 到了用户手中了 就各种问题了 车生产合格 每辆车都有手续 电是国家的电 出了事怎么就成了消费者的责任了 不然啊 就是治标不治本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上海的二手房卖疯了 那些房东们也疯了 在新政出来以后呢 那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第一天直接往前了700多套 第二天是800多套 然后直到现在每天都是900多套 因为最后几天的翘尾啊 那五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量 直接飙到了18692套 那老破小都卖疯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上海可爱的房东们啊 他们又硬气起来了 这新政出来才几天啊 又是涨价又是撤牌 先不卖 观望着再说 我就纳闷了 不趁着这股风赶快卖 还想着房价会涨吗 现在这个时候啊 已经是卖房最好的时机了 房价跌了这么久也该稳住了 虽然说不涨吧 但这个时候也能卖个合适的价格 如果再等的话 那过完这阵风 该买的人都买了 到时候再后悔就晚了